好,各位同学,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要用到余数性质的题目,理四 请你来证明在行如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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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数当中没有一个数是完全平方数 也就是现在我们来证明就是这些数都不是完全平方数 那在这里面一般我们来判断一个数是否是完全平方数 比较常用的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我看尾数 但是这些数的尾数都是什么呀 都是1,那都是1就一定都是完全平方数吗 不一定 你只能说它有点有可能,对吧 至少有一个条件能满足,但对代表它一定是 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没有办法来说明它们都不是完全平方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要转合自动来讲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判别一个数是否完全平方数呢 讲完了,尾数了,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什么了 余数了 那余数里面我们比较常见的是除以3除以4还有除以8 那在这里面我们选择哪一个呢 如果我们是初次接触的话,那我不所谓,那我就每个都研究一下 比如说我判断它们除以3的余数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你发现除以3的余数我们是要看什么来的 同学们还记得吗 看数字盒 很好,咱们在讲整齿是不是提到过这个问题 判断被3整齿也好,还是除以3的余数 是不是要去分算一下数字盒 可是我给的这些数的数字盒是统一的吗 不是 并不是吧,这个数字盒是 到这就是3,到这就是4,到这就是5 你发现这些数除以3的余数可以余0,可以余1,还可以余 那余0,余1就感觉又有可能会是了吧 对不对 那又是没有办法来判断 所以这时候你赞然就把余数除以3的是不是就排除在外了 那接下来当然要考虑就该是除以4的 那一个数除以4余计看什么就可以了 墨两位 最后两位是不是就OK了 而这个时候我惊奇的发现 无论黑板上的这个数最后写到了哪的尽头 它们的墨两位都是什么 11 是孔一固定的,什么都是11 而11除以4是余3的 但是完全描述除以4只能余0或1 没有3这一个选项 所以我通过除以4的余数 是不是就能够判别了 这些数当中会不会有完全描述呢 当然就不会了 那同学老师 那我算算除以8的行不行 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8的话你也需要看的是墨三位 可能除起来相对会稍微花点时间 除以8也是可以的 好了那各位同学 这道小题我们就说到这里了 好那我们同样来看一下具体的解题过程 一个完全平方数除以4的余数只能是0或1两种 而题目当中所给的这些数除以4 4的余数都只能是余3的 所以不可能为完全平方数 好了那做到这儿我们也就知道了 完全平方数的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判断方式 那就是看余数 一般我们选择就是3 4或者是8就可以了 好各位同学 休息够了吗 是不是感觉前面的小题不太有滋有味的 太简单了对吧 松一嘴没什么挑战性 所以马上就满足各位同学充分的想法 来我们上一个有挑战性的题目 咱们来看一下6是南京市的一道考试的视频 那我们进行一个这样的规定 我们记录S等于什么呢 等于1乘2乘3一直乘到N 也就是S等于从1开始的若干个连续自然数的成绩 再加上4K与3的和 那这里面规定呢 N要大于等于3的 这个里面的N指的就是这个N 那在这里要稍微写一下 那如果当N等于3的话 那不就是1乘2乘3 然后邦邦邦再乘到3 是不是要乘两个3了呢 不是吧 不是吧 这个实际上就有点像我们在以前讲等差数列的一种写法一样 比如说我们让你求一个等差数列和 比如说我1加2加3 B值加到N 那是不是因为我并不清楚 这个N最后到底要写到哪里 对吧 我并不知道你最后加到哪里 所以我最后一项是不是才用N来表示的 那如果现在我告诉你 我知道N加到哪里了 N是加到4的 N是等于4的 那意味着它表示的 是不是就从1开始的几个数相加呢 是不是就是4个数相加 那如果我的N告诉你是等于3的 那它表示的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就加到3截止 也就从1开始的三个数相加吧 这个实际上是在我们等差数列里面讲那个通向公式的时候 是不是说过的一种方法 因为你并不能够知道我最后到哪里截止 所以我只能把最后一项用一种一般的方式来表达 而为了又让你能够知道我这个数列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前面说必然得写出几项 让你知道它的构成方式吧 所以这里请同学一定要弄明白 它们之间的关联 能明白了吗 嗯 好了 那接下来 题目问的是 当K最后在1到100之间取值的时候 那么K可以取出几个不同的值 能够让我最后的这个结果 S是一个正整数的平方 也就是让我最后的S是一个完全平方数 那想要让S是个完全平方数 首先最起码的 那就得我得知道S等于几吧 就是 也得是个数是不是才成吧 现在S等于的是不是两个这样的算式相加吧 后面的算是4K加3的K的取值 我知道了 是从1到100 所以你把K换成不同的值 1到100 那后面的4K加3的值 实际上是不是也就清楚了 那为了想要把S算出来 那就意味着 还得把谁解决啊 N N 也就是我的N到底取几吧 对吗 可以同学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判断 那N到底取几 才能够保证 或者才有可能会让最后的结果 S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呢 那这时候 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完全平方数的判定了吧 那我可以看尾数 也可以看 除以3啊 4啊 或者是8的余数 那我到底选择哪一个呢 其实这道题是有提示的 只不过这个提示是无言的 是无声的 对吧 没有 它就摆在那儿 静静的在旁边待着 等着你来发现它 那看看同学们 你发现了吗 S等于1乘2乘3乘到N 这什么意思啊 是吧 这不就是连续再入相乘吗 加上4K加3 4K加3 它干嘛不写8K加3 为什么不写5K加3 它为什么偏偏写的是4K加3呢 4K 那就意味着这样写 4K无论K取什么样的自然数 它的结果呢 4的倍数 是不是一定是4的倍数 所以同学们 能看得出来它的提示是什么了吗 也就是让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数除以4的余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4K加3 这个无论K取什么值 它除以4一定是余几的呢 余3 是不是一定是余3的 好 那接下来 是不是要取决于前面的1乘到N了吧 那同学们来想一想 1乘到N表示的是不从1开始的连续自然数相乘吧 然后算它除以4余几 那大家想 只要在我的这个乘数当中 出现了4或者4的倍数 那这个数 是不是一定就肯定会是 成绩一定会是4的倍数了吧 那也就是说 只要我的这个N的取值取到了4 或者是4以上的数 那么1乘2乘3 一直乘到N 它除以4一定是余几的 0 是不是一定是余 0的 那也就是说 当N取到了4 或者是4以上的取值的时候 无论它取哪个句子取值 最后我整个算完的这个数字 也就是这个S 它除以4一定是余几的呢 余3 想想 是不是应该就一定是余3的 因为S是不等于他们俩的和吧 下面这个是4的倍数 是不是就没关了 所以下面余3 所以最后的和数也余3 一个数除以4余3 会不会是完全平方数呢 不可能 一定不可能 对不对 因为一个数除以4的余数 完全平方数除以4 只能余0或者是1 所以N大于等于4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所以N得取比4 小的数 但题目又要求了 N还得大于等于3 又得大于等于3 又得比4小 那N只能取3 所以我是不是就把N的取值给确定下来了吧 那么当N取3的时候 我的S的取值 是不是就可以表示出来了 1乘2乘3 那就是6 加上4K加3 那最后是不是就是4K加9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看 K从1到100取哪些值 能够使它乘完4再加9 等于的结果是个完结平方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如果接下来你不嫌麻烦 就觉得我自己很精力充沛的话 那OK呗 那就K等于1 K等于2 K等于3 一直到K等于100 你把这100个取值挨个试验一下 然后对照的你记得完结平方数表 你是不是就能知道到底哪个取值 可以了吧 但是听到这儿肯定很会说了 老师我经理充沛也不这样看 对吧 这只需要试多长时间啊 太辛苦了一点 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 咱就不能从K这里逐一试起了 那我可能要打谁的主意呢 平方 那就只能是S 因为S是个什么东西啊 平方数 那他会不会想一想 相比较连续自然数而言 平方数是不是相对就少了很多吧 但是这里面 我的这个S这个平方数 是可以乱取的吗 你不要忘了 K是不是只能取1到100 所以4K加9 是不是肯定有个取值范围吧 如果K取到最小值1 那么意味着S的最小取值只能是到13 K取最大的取值400 而100的话 那么S的最小取值是409 而且如果你再仔细看会发现 4K加9 算完的结果是基数还是偶数呢 是基数 很明显 是不是肯定还得是一个基数 所以接下来我是不是只要寻找 在13到409之间 所有基数 所有完全平方数 是基数的 有哪些 那么K的取值 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所以我只要找一找 在13到409当中 是完全平方数 并且还是基数的 有哪几个 那么K的取值 也就跟着能够找到了 那相信再来找这个 应该就相对比较容易了 好 那各位同学 找完了之后 K的取值 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整个这道题目 就基本上分析到这里了 它的关键 是要去确定N的取值 这样S才可以 只用K的方式来表示 而N的取值怎么确定 就是用平方数里面 除以4的这个余数的性质 来确定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解析过程 一个平方数除以4的余数 只能是0或1 当N大一等于4的时候 那么算完的S 虽然不知道去取值是多少 但它除以4一定余3 所以不可能 那么这样 N就只能取3 此时 S只能是4K加9 这个时候 S要取的就是在13到469之间 不仅是完全平方数 并且还得是基数 那么只有8个符合 分别是5方 7方 9方 一直到19的平方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记得住 刚才说的那个 完全平方数表 相对而言 就会非常迅速 能给出答案了 所以最后 我们K的取值 一共要8个 我接下来 到